保黎牧师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来自台湾台南的曾沛恩 然后首先我要感谢 陈婉玲姐妹分享给我 乒乓蒙会认错悔改的这个课程 这个群组 那我在大概2020年10月的时候 邀请我进入群组 那我也因为我是上班族的关系 所以我比较少能够在群组上面发声 那也很感谢神感谢保黎牧师的包容 能够让我就是静静的在这个上线的时刻 可以静静的听着课程 那这个当中我自己也有受到了一些医治 在心灵上受伤的一些医治 那也感谢神的大能浇灌 那在我12月29号 在预备要做拼马蒙会课程的一个进食当中 我再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犹豫 也有点小心 所以我就自己祷告说神啊怎么办 我到底该不该做 那这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 然后有一只狮子 然后浮现出来 然后它开始抖动 它越抖动 身上的黑黑的脏脏的东西 就从它身上掉落 越抖动就越掉落 然后显现出的是它金黄色蓬松的棕毛 那开始发出狮子吼的低吼 开始慢慢的迈步往前跨 它跟着一道非常非常亮的光 非常平坦的道路一直往前迈进 这时候我哭着跟圣说 我知道你告诉我要把身上的这些罪认错 我要认错让身上这些污点赶快的掉落 才可以得到你更多的祝福 所以我开始凭着信心从12月20号 就做了这个匹马王会认错悔改的课程 在今天2021年的1月10号 我经历了一个大能 就是我在2020年的2月份左右 订了一笔货 那其实不多大概1万多块 那因为供应商恶意的一个倒闭 所以其实我这个部分的话 我这笔钱其实是追不回来 也有很多人就是有订这一批货 我们追了一年都追不回来 就在我认错悔改的这个过程当 就是认错悔改之后 我在今年2021年的1月10号 就在我要还卡费的时候 我缴完就是ATM缴完这些卡费的时候 我看了显示娱乐 我突然发现这个账户 因为这个账户都是用来缴还款用的 其实他平常也没有钱进来 那我其实也没有再领补助 那我在操作完之后 我突然赫然发现说 我账户里面多了一万七千多块 我左思右想 其实我根本想不出 我有任何的金钱会进来 那因为就只有这一笔货款 是最接近这一笔的金额 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打电话 雀跃的打电话给婉玲姐妹 婉玲姐妹第一时间为我来感谢主 她说这是超自然的大能 所以我很惊讶 我也开始经历了神超自然的大能 因为这是人怎么追都追不回来了 一年多追不回来的 这一万多也许是小钱 其实在我跟先生的 现在的状况当中 因为我们都是打平的 所以这笔钱对我们来说也蛮重要的 是我们生活的开支的一部分 所以我要非常感谢神 让我可以经历这超自然的大能 我也在群组里面看见各个弟兄姐妹 自从匹马蒙会课程当中 开始经历神更多更多超自然的大能 所以我后续呢 我也希望可以更多更多的来做更多的认错悔改 那也谢谢感谢神 也谢谢保黎牧师 这样子的开始的为我来教导我们 然后跟我们分享 更就是圣经每一段每一段的奥秘 而从自己做起 那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医治 那自己的品格也有得到了修改 我相信匹马蒙会除了在经历神超自然的大能以外 对我们自我的修剪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是让我们与神对齐的一个奥秘所在 那也谢谢保黎牧师 我们要谢谢一直就是每天就是这么新 每周这么心情为我们付出的保黎牧师 那也谢谢我姐妹的分享 那我要更感谢神 谢谢你让我经历这样子的大能 我要继续来跟随你感谢神 你是超自然的主 你是史无变有的主 感谢你 谢谢你